各位熱愛紙幣收藏的朋友 大家好 昨天跟大家講了一個必勝的紙幣投資方法 這些方法 其實我也有學習的 我都進行了幾年 你不要以為是獨囂 獨囂就是一群群美金 100元張 100元美金 我這些就是中國第五版人民幣的一元 我都學別人 大量團職去投資 看看有沒有機會成功 我買了這些東西 紮了都有五六年 我這些就不是普通的一元 看號碼 這次是U7A5555 01 即是有1234567 7位號 這裡一刀 裏面有一張 7.5的全號碼 這個字軌 就是三字冠 U7A 三位號 一元紙 1999年版的第五版一元紙 簡稱991 991有四種 基本上就是 三種 一開頭 第一版 這裏是兩個字冠 UA 沒有中間的7字 這裏是兩字軌 簡稱9912 這裏是 U7A 三個字冠 這裏是9913 這裏是三字冠 另外有一些 最新版的 是四字冠 每一刀 每一刀都會有一張 全號碼 字冠有七個銅號 這裏是七銅號 另外再貴一點 比如E2S 8銅號 這裏更貴 當然最貴的也是 這版的兩個字冠 後面有8個2 ES 8個2 那裏是最貴的 那裏是一萬元 那我投資 這些一群一群 像毒梟 那麼多現金 這些就不用太多錢 當時的投資邏輯也是一樣 那麼低免值 輸不到多少 還有當時 計算過這條數 它已經出到第三 三字軌 就是E7S 應該在後面出 第六版人民幣 第五版都退出歷史舞台 1999年的 那麼去到 2010幾年都成 十幾二十年 都希望它 它一退出歷史舞台 中國的紙幣進入流通領域 就會升值非常之快 那麼現在呢 法例就規定 這些東西 就不准在市場買賣的 當然你私下交易 丟出來公開 沒有問題的 公開買賣這些東西 就犯法的 就不准賣 所以這些價錢 是不能飆升的 好像前年 它的第四版人民幣正式退出市場流通 即是銀行收回 不再在市場流通 那麼它就可以進入這個收藏的領域 可以在市場上交易和買賣 這些可以買賣之後 它的價錢 突然間會飆升很多 尤其是這些 那麼當時的邏輯也是 便宜 那麼多少錢買的呢 五六年前呢 這些一群 一元一張 免值都一千元 人民幣 那麼我們當時買的 還要是這些 其中有一張是Lucky number 那麼除了一張 傳統號的Lucky number 還有7777701 零二零三 這些其實都是 相對來說都不錯的號碼 都起碼值幾元一張 不要說多 那麼一群我們的成本 都只是 說一千多元而已 即是 千百元 都不用兩千元 我打算一張 一張變成十元 都十倍 不要說升到一百元 那麼 那麼大量的 還有貨倉 還有很多這些 買了幾十萬 怎料 遇著一個 問題 現在人民幣 寧願出四字軌、五字軌 都不出第六版 然後就那些 電子貨幣 電子支付 數字貨幣 就 甚囂塵上 所以慢慢 我就很怕 它就會取締了 再沒有現金 沒有現金 除非它真是 就是 推出流通領域 如果不是它一直 這樣沿用下去 永遠都不准 這次買賣 那麼我這些就真的 可能學 昨天的歐洲藏家 那樣 真的要擺幾十年 才可以回本 或者可以賺大錢 因為現在甚至是不能買賣 所以我們其實這些 不可以中國賣賣 只能夠拿去 歐美 升馬太 批發給人家 去做生意 或者賣給那邊的 床家 繼承我們這些投資 那到底我這個投資 是不是成功呢 現在目前 這些 一群 應該都賺 大概 兩千元人民幣 即兩元一張 算是有升值的 當然要包括了 有一張 有些漂亮號碼 那些 普通那些 一千零五十都買到了 那這些 擺了那麼多年 升那麼少 雖然說 不用輸 機會成本 通脹 都是輸的 現在就真的不知道 升 升值 到了一個 賺很多錢的階段 短時間內有沒有機會 我都不太有信心 但是這些 可以告訴大家 這種投資 其實是很多人在做的 到底 最後會不會成功呢 真的拭目以待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那麼多 多謝各位